主料,面粉45克,辅量,也四分之一小勺,开水20克,油5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面粉,盐放入盆中,冲入开水并搅拌,烧量以后加入冷水和油,揉成比较软的面团,浸15分钟,开始做油酥,油和面粉放入锅里, 香火炒至有香味即可,两面团擀成长面片,抹上油酥,卷肉长筒,夹成六段,开口处要捏紧,擀开成牛舌状,三折,换个方向再擀开,三折,全部做好,浸15分钟,再光滑的一面抹上水,蘸芝麻,擀成又薄又长的长方形,套向180度,20分钟,烧饼做好后, 在侧面揭开口,包入油条,开吃,烹饪技巧,一,在第一步里,面团比较粘比较软,需在手上和案板上抹些油,这样就比较容易操作了,不要一味的加面粉,二比三到五步的操作中,如果粘手,也是在案板上抹些油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